大家好,我是小巫,欢迎来到东头棒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起源于Fortune的互联网未解之谜 在我们当今的这个时代,AI无处不在 你在互联网上输入的每一个单词,浏览的每一个网页都会被记录出来 而这些记录会用于训练机器学习的算法 这些算法的模型会用于不同的领域,在每一个领域有自己的目的 但是有一些目的是不被我们这些普通人所得知的 相传在互联网上有一个单词,这个单词永远都不应该被搜索 一旦被搜索,就会触发一套系统,一种机制 你就会被标记出来,甚至让你消失 这个单词就是Erotus 第一次提到Erotus是在国外一个叫做Fortune的网站上 在他的超自然板块2015年11月26日的时候 一个叫做匿名者的用户发了一个帖子 帖子的内容讲的是他的一个女性朋友 在一个非常奇怪的包装工厂工作的经历 发帖人说我才刚刚20岁,到目前为止只在零售业工作过 所以如果我在帖子中用错了一些术语 并不是因为我在胡扯 而是因为我的朋友所说的话可能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 我这个朋友是个挺有趣的女孩 这段时间她加入了一个乐队 而且从家里出来了,算是无家可归吧 她的工作中间给她介绍了一个临时工的工作 而发帖人说她的朋友所工作的这家公司 是一个非常臭名昭著的公司 全国各地的分店都在逐渐的关闭 而且大家都知道这家公司对待自己的员工 就像对待牲口一样 他们只招聘临时工每一个小时只给10美金的工资 这家公司内部管理混乱 有很多不同的部门分散在各地 而公司还有一个IT部门负责的是一些编程的工作 为自己公司和其他公司编写一些关于人力资源的相关程式 发帖人说我朋友刚刚到公司报到的时候 就被分去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仓库 那里除了他就只有另外一个员工 他们俩基本上就做一些打包和装货的工作 公司给了他们几把交代枪和装货的叉车 工厂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贴有所属部门的标签 但是我朋友发现交代枪上写着一个非常奇怪的单词 Erotas 我朋友问了他唯一的同事 Erotas是什么 他同事突然很紧张地说 赶紧把那交代枪扔了 而且不要跟主管提起这个单词 他的同事接着说 几年前他是一个写代码的程序员 而Erotas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力资源城市 一旦有人搜索Erotas这个单词 那这个员工就会被立刻标记出来 然后被解雇掉 另外发帖人还说 根据他的朋友所描述 他们公司的那个工作氛围非常的奇怪 让人感觉非常的不愉悦 很紧张 每一个人上班打卡之后呢 都不能够离开厂房的那个房间 而且每一天上班 一开始呢 所有人都会来到一个电脑系统前面 电脑系统呢 会给他们安排这一天的工作 那到此为止呢 我们所得知的信息呢 就是Erotas 它是一个人力资源城市 至于这段城市是被几个公司所使用 用来干什么的 我们不得而知 大概在一个月之后 12月9日 第二个提到Erotas的帖子出现了 另外一个匿名者账户 在Fortune上发帖子说道 有没有人在2000年到2010年之间 在东海岸从事过IT的工作 我这么问是因为我知道 在那个时候 有一个非常神秘的人力资源相关程序 名为Erotas 我想看看我能不能找到 关于这个程序的相关信息 我记得我之前在X板块 也就是超自然板块 看到有人提到过它 如果这个人还在这里的话 请留言 这个人呢 又随后发帖补充到 据他所知 这个Erotas呢 是一个人力资源的城市 这个城市呢 是可以允许第三方一些公司 无条件的获得一些员工的机密信息 而一旦有IT部门的员工 尝试去搜索这个Erotas程序的话 这个IT部门的员工 就会立刻被解雇 或者会被调到其他的非IT部门 那这个匿名者呢 还提到使用这个程序的三家 巨头公司 UPS 联合力华和Econ集团 说到这儿呢 我的一种直观的感觉 可能Erotas就是一个 像病毒一样的程序 所以很多公司呢 都提防着它 一旦这种病毒呢 侵入公司的系统 可能就会截取公司的很多机密数据 那这到底是不是真相了 一个月之后 时间来到了2016年 2016年1月23日 在Fortune的音乐板块上 再次提到了Erotas 一个匿名者用户 发布了一个名为 KFC Murder Chicks 乐队的一些歌 这个乐队的名字 听起来就很诡异 Chicks这个单词呢 在英文中呢 可以翻译成小鸡的意思 但是在口语中呢 更多的是带着女孩 或者是女生的意思 所以 KFC Murder Chicks 这个乐队的名称 可以翻译成 KFC谋杀小鸡 不过不管怎么样 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个帖子呢 连接到了一个YouTube的频道 这个频道呢 乍看之下好像没什么 上传视频的 炸户名称为 Todd Esworth 但是一看这个视频 下面的说明区 是这样说的 这是一段 很好的comma音乐 但是从互联网上消失了 别忘了去支持一下 创作者 Erotas or Rust 最后这个 Erotas or Rust 代表着什么含义呢 这支视频上传的时间呢 是2015年10月21日 也就是在Fortune上 第一次出现 关于Erotas的帖子 之前的五天 但是值得一提的一点 是这个频道主啊 Elsworth 他已经把视频 下面的说明区 现在给删掉了 至于他为什么删掉 原因我们一会儿再讲 两天之后 在2016年1月25日 在Fortune的音乐板块 一个匿名运户 发帖鼓励大家 来创作一种新的音乐类型 他把这种音乐呢 称为Deep Internet 深网音乐 一听这个音乐的名称呢 就让人联想到暗网 而这个发帖人呢 还定了一条规则 他说所有的创作者呢 需要使用画质非常低的 YouTube视频混减 来创作这种音乐 而且每一支视频的观看数呢 不能超过20个 最终创作出来的音乐类型呢 需要是那种基调 非常昏暗的那种长短杂音 这一听就感觉 不是什么被普通大众 所能接受的音乐类型 不过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在这帖子里面呀 也有一个YouTube链接 但链接到一个视频的名称呢 是YouTube正在监视 和控制着我的生活 上传视频的账户名呢 是Chronos for Life 这个账户呢 自称他就是 Erotus程序的受害者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视频的画质 真的是非常的低 在视频的画面上 出现了一些文字 而这些文字呢 就描述了这个视频上传者 也就是Chronos for Life 他的妈妈 如何遭遇到了 YouTube算法的监视 但因为视频中这些字幕呢 非常的不清晰 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编的意思 大意就是说呀 Chronos他的妈妈呢 是侏罗纪公园 这部电影的忠实粉丝 那他妈妈生前呢 就自己创作了一些 很短的小影片 来纪念侏罗纪公园 这部电影 并且把这些小影片呢 都上传到了 他妈妈自己的YouTube channel里 那自从他妈妈去世之后呢 那YouTube平台呢 就把他妈妈的这些视频呢 全部都给删除掉了 那其实YouTube平台呢 每一天会删除大量的影片 我觉得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也有可能是 他妈妈制作的这些影片呢 触发了一些版权的机制 但是当网友们深挖这个名为 Chronos for Life这个频道的时候 他们发现了更多迷 他的这个频道呀 一共只有五支视频 在一个名为 侏罗纪公园三致敬的影片 最后出现了一段摩尔斯密码 有董博尔斯密码的网友 对这段密码进行了破译 翻译出来的单词是 好莱坞星体投影诊所 那具体这是什么意思 也没人知道 另外一支影片呢 名为Hair Goes Nothing 这什么都没有 那这支影片的画质呢 也是非常低的 在画面上出现了一些字幕 我把字幕翻译过来是这样的 突然点阅率上升了好多 我希望在看这支视频的人们 电脑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如果有任何人曾经经历过 Erotus程序 可以请你们给我发个信息吗 我会不胜感激的 我这样问我的订阅者 可能用数不大 但是也值得一试试吧 而这支视频下面的描述写的是 这个视频主要是为了测试 看它会不会被删除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测试 Erotus算法的局限性 如果算法真的把这支视频也标具了 那就真的是太扯了 说到这儿呢 我似乎明白了 为什么这些视频的画质会这么低 在2016年的时候 虽然说影像技术呢 不如今天这么发达 但是视频的画质 绝对不可能差到这样 所以我猜想 Chronos它在上传视频的时候 很有可能是故意 把画质调得这么低 为的就是避免一些系统的自动监测 这还没完 最近国外有很多非常著名的YouTuber 又重新关注了Erotus世界 而随着他们的深挖和研究呢 Erotus这个程序呢 又引起了很多人的重新关注 国外的一些大号YouTuber说 他们在看Chronos这支视频的时候 如果打开视频自动生成字幕的话 会在12秒的时候出现一支字幕 似乎是一个地址 普尔宾肯塔基州 在52秒的时候又会出现一串字幕 是一串数字6个1 在1分46秒的时候出现的字幕是 10.3% 10.4% 在2分17秒的时候出现的字幕是 Overtrow the Government 推翻政府 要知道YouTube视频的自动生成字幕 是不能够人为篡改的 它都是语音识别系统自动生成的 那根据英文的书写规则呢 一般来说我们写地址的时候 有一些单词会在首字幕大写 那在12秒的这个字幕中间 COPY和KY它是大写了的 也就是说语音识别系统 已经识别出来这是一串地址 但是让人细思极恐的一件事是 我现在重新又回去看了这支视频 现在的语音识别系统自动生成的字幕 在12秒的时候 已经不会再出现这一串地址了 我不太相信国外的YouTuber 这些大号YouTuber 都会一口同声地去编织这样一个谎言 所以最有可能的 就是这个语音识别系统最近更新了 那么为什么会挑在这个时间点更新呢 是说算法不想让大众 再深挖关于Erotus的秘密 还是说这只是一个巧合 那么科尔滨肯塔基这个地址 究竟是哪里呢 科尔滨实际上是美国肯塔基州的 一个非常小的城市 而KFC闸机连锁店 实际上就起源于这里 而40219看起来像是一个邮编 但是是一个不存在的邮编 那么科尔滨肯塔基这个地址 和Erotus程序有什么关系呢 咱们之前提到那个乐队 KFC Murder Chicks 网友们找到这个乐队的专辑页面 细心的人发现了 这个乐队的所在地上 就是科尔滨肯塔基州 我相信到这儿为止呢 很多人还听到是一头雾水 我来给大家梳理一下 首先呢 在2015年10月26号的时候 有人首次呢 在Fortune的超自然板块 发现了一个提到Erotus的帖子 讲的是一个乐队的女孩 在一家非常奇怪的公司工作 并且看到了 Bio Erotus的胶带 后来呢 在Fortune音乐板块的一个帖子中 放了一个YouTube视频的链接 那频道主呢 叫做Todd Ellsworth 曾经在他的视频的说明区中 提到了Erotus or Rust 而这支视频呢 是为了宣传一个名为 KFC Murder Chicks的乐队 在2016年1月25日 Fortune音乐板块的一个匿名者 鼓励大家创作一种 名为深网的混简音乐 帖子中间呢 就包含了一个YouTube频道的链接 Chronos for Life 自称是Erotus程序的受害者 而在Chronos的一个视频中 自动生成字幕 曾经包含了一个地址 这个地址就在科尔宾肯塔基州 而KFC Murder Chicks的乐队的所在位置呢 也在科尔宾肯塔基州 根据Fortune一个用户的调研 KFC Murder Chicks这个乐队 所有的成员呢 都是一些无家可归的少女 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第一个提到Erotus的那个帖子 奇怪的工厂 还有无家可归的女乐手 她会不会就是KFC Murder Chicks里面的女成员呢 在Chronos for Life的频道中呢 还有一个视频名为 The Lost World 那另外一个视频呢 是专门用来回答网友 有关于Erotus都有提问的 视频的封面呢 也是The Lost World 那么如果把The Lost World的所有的英文字母 重新排列组合的话 就可以拼出来一个单词 就是Todd Ellsworth 这一切似乎呢 都连成了一张网 那就这个网的中心呢 无疑就是Erotus程序 还有一些其他的线索 比如说KFC Murder Chicks乐队 以及两个YouTuber Kronos for Life 还有Todd Ellsworth 他们的视频中呢 包含了大量跟Erotus程序 和KFC Murder Chicks乐队有关的信息 在Kronos频道中 那只回答网友 关于Erotus所有提问的视频中 他提到说 Erotus实际上就是一种 版权的监测程序 而这个程序呢 被很多公司使用 当然除了版权监测 这个程序还可以用为其他的目的 那Kronos呢 也提到了两家公司 一个是3M 另外一个就是联合理华 那么如果说Erotus 真的只是一个版权监测的程序 或者是人力资源程序的话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感到恐慌了 我们再来深挖一下 TotElsworth Elsworth有一个推特账户 注册于2015年11月 现在这个账户呢 已经设置成思想了 值得一提的是 最近当大家重新关注了 Erotus事件之后呢 在2019年9月份的时候 有两个重新注册了 叫做TotElsworth的推特账户 那至于这个账户呢 是不是Elsworth本人呢 就不得而知了 而Elsworth的老账户呢 在设为思想之前呢 实际上只发了三篇推文 那第一条推文呢 发布于2015年11月20日 推文中呢 是一个男人的黑白照片 而这个男人呢 实际上是美国夏威夷 一起连环强奸案的 嫌疑犯的画像 那Elsworth的YouTube频道呢 曾经有一支视频 是包含这名嫌疑犯的照片的 而这支视频呢 现在已经下架了 不过这支视频呢 原来是一支音乐视频 而视频中的原版音乐呢 来自于音乐分享平台 SoundCloud上 一个叫做Green Boots的用户 而这个Green Boots呢 也是KFC Murder Chicks 这个乐队中的一个成员 所以有一点呢 是非常清晰的 就是Todd Ellsworth这个人呢 和KFC Murder Chicks 这个乐队之间 有一种千丝万里的联系 几年前在Erotus的帖子 刚刚出现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知名的YouTuber 叫做Axer Herb 他做了一系列 想要深挖Erotus 这个神秘城市的视频 并且上传到了 自己的YouTube频道上 然而就在他上传了 这些视频之后 Axer Herb完全从网络上消失掉了 他的YouTube账号被关闭了 Twitter被停用了 在网络上 现在已经很难找到 关于他的任何痕迹了 在YouTube上 现在有两支 关于Axer Herb的视频 一个是之前的 一位粉丝所保留下来的 是Axer Herb 在调查Erotus的一个视频 那还有一个呢 是尝试解密 关于Axer Herb失踪案的视频 那视频的名称呢 是Axer Herb身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网友们呢 开始纷纷猜测说 Axer Herb一定是被 Erotus这个程序给盯上了 被标示出来了 并且被这个组织给带走了 也有另外一些人认为 Axer Herb很有可能 就是Erotus这个城市 后面最大的Boss 而事发之后呢 就把自己给隐藏起来了 而事实上 不单单是Axer Herb 在2016年的时候 在Fortune上 有很多提到Erotus的帖子 这些帖子也都曾经 被无缘无故的给删除掉了 之后有很多人发帖说 如果想要讨论 关于Erotus的任何事情的话 就称Erotus为E 或者是一点点 或者叫Erotus 那到底Erotus 会不会触发一种 非常神秘的网络机制呢 就像是网络版的文字语一样 一旦你搜索 或者是提到这个单词 你就会被消失掉 那么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为什么我们在谷歌上搜索 关于Erotus的信息的时候 还是会有很多 关于它的图片和帖子出现 而且最近几个月 也有很多国外的YouTuber 又重新开始提起了Erotus事件 而这些YouTuber呢 到目前为止呢都还是存在的 没有被删除 所以说Erotus仅仅只是一个阴谋论 还是说它背后真的藏着什么巨大的秘密 目前为止呢 有大部分认为说Erotus这个事件 实际上就是KFC Murder Chicks这个乐队 用来宣传的一种营销手段 毕竟由Erotus出现的地方 很多地方都提到了KFC Murder Chicks这个乐队 Todd Elsworth的推特账户呢 是在2015年10月份注册的 而Fortune上关于Erotus的第一个帖子呢 出现也是在10月份 Elsworth的频道呢 目前有两个视频 一个是关于KFC Murder Chicks的 还有一个是关于DJ Roswell的 而DJ Roswell就是KFC Murder Chicks这个乐队的创始人 我们刚才呢已经分析了Elsworth的推特账户 和这个乐队之间的联系 而事实上在Elsworth的YouTube频道上 除了这两支视频之外 曾经还有另外一支视频 而这个视频中呢 所拍摄的场景呢 是一个包装工厂 有很多网友说 这和第一个提到Erotus的Fortune帖子中 所描述的工厂很像 在KFC Murder Chicks乐队的页面中呢 也找到了他们提到Todd Elsworth的内容 所以难道说 Elsworth是这个乐队幕后的一位工作人员 那他所做的这一切呢 都是为了给这个乐队造势 就相当于一种Noise Marketing 而现在他的目的达到了 所以他才把他视频下面的说明区给改掉了 那么如果按照这种理论的话 那Kronos这个YouTuber 他和KFC Murder Chicks这个乐队 又有什么关系呢 除了我们在他的一支视频 曾经的自动生成字幕中 能找到一个地址 而这个地址就是乐队的所在地之外 好像他们没有什么非常直接的联系 但是值得一提的一点是 KFC Murder Chicks这个乐队的汤伯乐页面 有粉丝问他们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 他们说他们很喜欢电影《重返侏落记》 那Kronos和他的妈妈一样 也是一个非常重度的猪肉记迷 那这个算不算是一点牵强的联系呢 不过即使是这样 我们还是无法解释 为什么Xerb这个YouTuber 他会在发布了关于Erotus的一些视频之后 突然之间就消失了 为什么几年前在Fortune上提到Erotus的帖子 都被无缘故的删除了 我的猜想是 如果Erotus并不是这些人 用来给这个乐队造势的营销手段的话 如果说真的存在这样一个程序的话 那程序背后的主人或者说组织 它应该惧怕的不是民众去搜索这个程序的名称 而是人们发现这个程序背后的秘密 所以Erotus可能并不是这个程序的名字 而是程序中某一个环节的一个代码 它是用来保护更深层的 更不想让大家知道的一些东西 几年前在Erotus这个事件 首先引起民众关注的时候 可能这个程序并不完善 所有搜索Erotus的人 可能都能够很接近真相 但是现在几年之后程序已经进一步完善了 所以那些再次搜索 或者是做Erotus视频的人 都没有消失掉 因为这个城市背后的人 把真相藏得更深了 那么随着越来越多的人 一步步的深挖和调查 当真相再次接近浮出水面的时候 像我们这些曾经提到过Erotus的人 会不会再次被消失掉呢 那真相只能交给时间了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赞 评论和转发 那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